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dan untuk itu kerajaan telah memutuskan untuk melaksanakan Perintah Kawalan Pergerakan PKP atau MCO untuk tempoh 14 hari bermula jam 12.01 tengah malam Rabu 13 Januar 2021 hinggalah 26 Januar 2021 他也表示尽管数个州署落实行动管制令 但要面临主要考试如大马教育文凭SPM考试的考生 可以豁免或准到学校去 教育部将会针对有关标准作业程序做进一步的宣布 他指出政府将分三个阶段落实 除了上述五个州数和三个直辖区外 彭亨 霹雳 斯美兰 吉达 登加楼和吉兰丹 将落实有条件行动管制令 至于玻璃市和沙拉越 则持续落实复苏式行动管制令 下来关注国内的新冠肺炎疫情 截至今天中午十二点 我国新增二千二百三十二起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累计确诊病例达十三万八千二百二十四起 卫生总监丹水诺医上表示 我国今天再有一千零六名患者康复出院 累计康复的病例达十万九千一百一十五起 另外我国今天新增四起死亡病例 累计死亡人数达五百五十五人 卫生部今天早上和疫苗供应商辉瑞签署协议 为我国再添购一千二百二十万剂的辉瑞疫苗 让国内百分之三十九的子民能够进行疫苗接种 这也意味着我国一共购买了二十五百万剂的辉瑞疫苗 卫生部发文告指出 这项协议是在今天早上十点三十分 由卫生部长达尔徐阿亨巴巴代表我国政府 与辉瑞代表在部长办公室透过线上的方式签署 文告也说辉瑞疫苗将在下个月尾开始 为我国供应一千两百七十九万九千八百剂疫苗 占了大约百分之二十人民的疫苗剂量 自上个月开始英国正式开启了大规模的疫苗接种计划 根据外媒的报道 截至目前英国已经有一百五十万人 接受了至少一剂的疫苗接种 对此本台也成功联系上一名身在英国的大马级牙医 许运山医生 下来我们就请运山和我们分享 她在疫苗接种之后的亲身经历 运山请说 我是1月7号打的疫苗 那当天回到家后就只有打症的部位会局部疼痛 当天的晚上就比较难睡觉 因为只要你不小心转到身碰到手臂就会被痛醒 隔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整只手臂很酸很痛抬不起来 过后慢慢的全身的肌肉和关节都会开始觉得酸痛 到了下午也就是打了疫苗的24小时过后 我就开始有轻微的发烧 身体会觉得很冷 然后会发抖 然后也有头痛 所以我就跟着医生的建议吃了Panadol 帮助退烧跟止痛 吃了药过后的一个小时以内就退烧了 肌肉也不会再酸痛了 现在已经是第三天了 然后我也没有再吃药 因为已经全部的好了 此外 许运山也在脸书发文指出 根据官方数据 在注射疫苗后 一般会出现的副作用包括 局部疼痛 皮肋 头痛 肌肉酸痛 关节疼痛 发冷 以及发烧 部分人会出现局部红肿 和头晕恶心的情况 而少部分人会有淋巴肿胀 及非常不舒服的感受 他指出 在施打疫苗前 每个人都会收到解说书 当中只有极少部分的人 不建议施打疫苗 像是严重过敏反应者 患有免疫系统疾病 像是艾滋病的病患 正在发高烧的患者 16岁以下的人士 怀孕妇女或是正在补胃母乳的母亲 以及打算在两个月内受孕的人士 同时他也建议民众 需向医生咨询以后 再决定是否注射疫苗 他也分享 根据研究显示 冠病疫苗的保护率 只有94%到95% 因此民众在接种疫苗后 依然需要继续遵守标准作业程序 防患未然 RTM采访报导 马六甲病例暴增 马六甲中央医院超过200张病床 已经满额 州政府将会征用当地的酒店改装城 低风险治疗及隔离中心 收治轻度患者 所有的医疗费用由患者自行承担 马六甲州首长德旭索莱曼指出 尊重当地酒店改装城 低风险治疗及隔离中心 是州政府的最后方案 他补充 去年马六甲州内 有两所低风险治疗及隔离中心 也就是亚罗亚野公共工程局 卓越工程及技术中心 以及位于丁赖陆路交通局训练中心 这两所中心已经恢复原状 并已经有学员就读使用 所以没有再收治冠病患者 他也说 州内的冠病床未满额之后 所有马六甲的确诊患者 都会送往沙登农业博览园的 低风险治疗及隔离中心 继掌管经济事务的 继掌管经济事务的首相署部长 德尔西姆斯塔帕 在昨天确诊感染新冠肺炎之后 今天再有一名内阁部长确诊 那这是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长 德尔西雷纳哈润 目前雷纳哈润已经被送往 双西毛诺医院做进一步检查 妇女家庭及社会发展部发文告指出 雷纳哈润昨晚在部城医疗诊所 进行新冠肺炎检测后 真实确诊 文告指出 雷纳哈润对所引起的不便 深感抱歉 祈愿一切都能够顺利 而她也会遵照卫生部所制定的 应对新冠肺炎的指南 雷纳哈润表示 她不在部门的期间 将确保妇女部能够继续针对 特定群体的福利 照料 强化和发展的工作 能照常运作 吉兰丹州巫统加拉市州议员 马马沙布定证实感染新冠肺炎 成为吉兰丹州议会第三名 确诊的州议员 她今天早上通过脸书 公布确诊的消息 同时也向曾经与她近距离 接触的亲朋妻友道歉 并且敦促大家尽快安排病毒检测 以测安全 沙布定透露 她和妻子日前接受病毒筛检 结果检测报告显示呈阳性反应 两夫妇双双证实感染冠病毒 她也在文告中表示 华旺生目前已经沦为红色疫区 希望大家小心保重 同时希望大家祈祷 祈求上舱 尽快让疫情结束 沙布定是继首相署部长 也就是土团党日理国会议员 兼阿易拉纳州议员 以及华旺生巫统 能吉里州议员 阿布图阿西斯之后 该州第三名确诊的人民代议是 而在新加坡今天新增22起确诊病例 全部都是输入病例 新加坡累计确诊病例达58,929起 另外新加坡内政部旗下的 前线医疗人员开始接种疫苗 今天有80人率先接种 接下来六个星期内 内政团队一共有大约1,000人 陆续接种疫苗 新加坡内政部的文告指出 接种疫苗的人员包括来自新加坡民房部队的紧急医药服务处 内政医疗服务部 内政部科技局 以及新加坡监狱署 根据文告指出 一共有1,123名内政团队人员 被确认参与第一阶段的疫苗接种工作 当中94%已经同意接种 前线人员在完成接种之后将会被安排到特定的房间休息30分钟 观察是否出现任何的副作用 之后他们将会被安排在大约三个星期后注射第二剂疫苗 观察是否出现任何的副作用 来关注国内的水灾情况 沙巴州古达今天早上发生水灾 导致当地的71个居民受到影响 被迫疏散到临时疏散中心 另外霹雳州的水灾结束 安顺以及下霹雳县的临时疏散中心 在今天早上9点结束 沙巴古达县官员阿曼萨指出 该县的灾民包括甘榜斯里阿曼的36个灾民 甘榜兰东阿阳的8个灾民 以及摩拉哈地宿舍的27个灾民 这些灾民在军警和校正人员的协助下 被疏散到当地的临时疏散中心 他补充临近古达城的甘榜阿易发生土崩事故 好几辆轿车被泥土掩埋 索性没有造成人命伤亡 他也说由于水灾的缘故 古达县所有政府部门都停止运作 关闭一天 夏霹雳县灾难管理局主任 Mama Hezat发文告指出 霹雳州的水灾结束 各地的洪水已经消退 赞助在临时疏散中心的44个灾民获准回家 他也向在水灾期间为灾民提供支援的 个人非政府组织 政府机构 村长 以及社会各造表示感谢 彭亨州遭到水灾侵袭 让许多灾民被迫疏散到临时疏散中心 彭亨州警方承诺 灾民被迫安顿在临时疏散中心的期间 将会在灾区加强巡逻工作 替灾民看管他们的住宅和财务 促请灾民不必担心 彭亨州总警长达尔徐·阿布托扎六 促请所有住在临时疏散中心的灾民 不要擅自回到灾区检查家中的财务 以避免发生意外 他补充灾民可以安心在疏散中心 居住到水灾结束 因为警方会加派人手巡逻灾区 为灾民看守住宅和财务 彭亨州灾情还没有结束 目前已经有七个人离难 当中包括回到灾区检查家中财务的灾民 首相明天主持国盟柔佛州联委会会议 预料将商讨以及设定方向 协助人民恢复珍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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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这个3W呢 其实是一个这个叮咛 一个提醒 就是告诉大家 这3个W就是 第一个就是 W就是要wear 你要戴你的口罩 好 第二个呢 就是说呢 你要wash hand 第二个就是wash hand 而第三个呢 就是warning 就是说当你有感到 身体不舒服啊 或者有咳嗽上风 感冒发烧 这些症状的时候呢 一定要去找医生 趁着崭新一年的到来 欢迎你将 不再需要用到的 从来没有用过的 不适合自己的 穿了会不舒服的 囤积在家里 显得多余的 全都通通断舍离 你会发现 为生活进行减法 就是在为你的幸福自在 与快乐指数加分 快回来 首相丹水姆黑定 明天将在部城 主持国民联盟 柔佛州联委会会议 预料将会商讨 以及设定方向 以协助受到疫情影响 大人民恢复正规 柔佛国盟发言人表示 作为柔佛联委会的 首次会议 首相丹水姆黑定 预料将会宣布 柔佛州的国盟架构 同时 这次会议也将通过 委任国会 及州议会协调委员会 拟定列出和协调 所有州内的计划和活动 该名发言人指出 由土团党和一党组成的 柔佛州国盟架构 以及所策划的计划和活动 将成为国盟在其他州的范例 三年前在登加楼州 被发现运送冰毒的 两名毒贩 今天正式下判 法庭宣判两名被告 罪名成立 判处绞刑 根据控状 两名被告被指在 2018年2月18号 下午6点半左右 在登加楼的一座肝膀内 运送75.06克的冰毒 此外两人也在同一时间与地点 被发现持有551.49克的冰毒 因了抵触1952年 危险毒品法令第39B条 第一款A项条文 由于辩方在庭上 无法提出合理的解释 因此法庭宣判 两人罪名成立 判处绞刑 霹地州和封印译网红夫妻的 为夫者苏固 今天在医保地庭扶手认罪 被判三年手刑令代替监禁 以及以8000令吉 作为良好行为担保金 同时被告也得缴付 一笔3000令吉堂费 如果被告在手刑令期间 没有犯下任何错误行为 可以取回担保金 被告被控在去年7月21号傍晚6点 在医保苏丹后拜顿医院的停车场 拥有危险武器 也就是一把26寸长的镰刀 因而抵触1958年俯视部 爆炸部及危险武器法令 第六条第一款条文 案件今天在医保地方法庭开审 被告的代表律师指出 这起案件起因是一场误会 而且被告没有犯罪记录 也没有参加私会党活动 加上被告是家中的经济支柱 育有两名年幼的孩子 如今被告也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 并且表示不会重犯 被告甚至一开始就认罪 节省了法庭的时间和费用 因此要求法官援引刑事程序法典 第294条文 判被告守行为2到3年 副检察司指出 总检察署已经接获被告要求 重新研究案情的陈情书 因此不反对被告代表律师的建议 判被告以守行为代替坐牢 以保地庭法官 罗拉什玛聆听了控辩双方的陈词后 允许被告以三年守行令代替监禁 印尼三国旗航空客机坠毁事故 调查员表示根据所发现的碎片 该客机可能在撞击海面的时候解体 台湾今天发行新版晶片护照 封面放大台湾字眼 同时进一步提升晶片护照封面的台湾电视度 详情稍后继续请别走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新闻结束前我们一起去看看 我是刘正夜 感谢您收看这节怀疑新闻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